- 超好吃的欸 - 超好吃的欸 - 超好吃的欸 - 它感覺是這樣很配白飯欸 - 大家好歡迎收看Peace&Yummy - 我是林秋林 - 我是曼曼 - 曼曼你有沒有覺得最近天氣變冷了 - 秋意很濃 - 濃?秋意很濃 - 人生短短幾個秋 - 不醉不罷休 - 怎麼這麼好帶啊 - 這麼好帶講不懂啊 - 那我們現在要來進補了嗎 - 欸真的你說的沒錯 - 今天我們要做的料理 - 最主要的食材就是蓮藕 - 蓮藕 - 而且蓮藕呢 - 它是本草綱木記載 - 又叫成菱根 - 是一個非常養生的食材 - 哇我沒吃過蓮藕欸 - 真的假的 - 我以為你家有這種蓮藕欸 - 沒有沒有沒有 - 你家不是地很大 - 怎麼沒有種蓮藕呢 - 地沒有很大 - 不能這樣誤解觀眾 - 我這樣地沒有很大 - 只是剛好可以種一些小菜 - 我們今天要做的是蓮藕盒子 - 就是藕盒 - 然後呢我們要做了 - 用照燒醬的這個醬汁來做 - 照燒醬我喜歡欸 - 喔你不然是小朋友 - 好啊 - 那我在開始料理之前呢 - 我們在影片的下方有一個超級感謝功能 - 大家可以用超級感謝來贊助我們 - 支持我們拍攝一些更優質的素食料理影片喔 - 那就讓我們來料理吧 - 過過 - 喔 - 好那我們今天是用IH爐來煮飯 - 那所以我們就是先加水 - 然後我們先把豆腐還有豆包我們先煮熟 - 再來處理其他的食材 - 那我們就是在水裡面啊 - 加一些白醋 - 然後再把蓮藕放進去 - 這樣可以防止它氧化 - 好那我們把它切成片狀 - 大概是2mm的厚度 - 我們切好的蓮藕一樣可以放進去水裡面 - 好那接下來我們就把我們今天準備的這個蔬菜 - 來切成小丁的狀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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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成小丁 - 切成小丁的狀態 - 那我們就先把這個豆皮還有豆腐 我們就放進來食物調理機 那這個水我們要過濾 所以我們有準備了一個過濾的棉布 好幾層這樣差不多我們就把它倒在另外一個碗裡面 好那我們接下來我們先把蓮藕跟紅蘿蔔 我們可以先用那個食物調理機再把它打得更細 那如果觀眾朋友你的刀工很好的話 你就可以不用這麼做 好那我們等一下就是要把這個紅蘿蔔跟點藕 還有節瓜還有高麗菜我們就是炒完之後呢會放在這一個豆腐豆包裡面 然後再攪拌進行調味 那我們就先來炒菜囉 他是大概要炒兩三分鐘 不是這 Vent要是需要大小的 不是葡萄 這把火葵漬散 雞腿 蝦 Diamond deployed 雞腿 烙 看看 土 虫 蝦 挖 推 好,那我們現在依序呢,就在這一個 豆腐蔬菜的內餡裡面呢,我們就加入一些鹽 然後一些白胡椒粉 香菇粉 那我們這次加了一個很特別的東西叫做營養酵母 這個營養酵母呢,它就是有一些起司的味道 那它也可以讓這個更加的黏著 最後可以加一些香油 好,那我們現在就要先把這些蓮藕呢,沾一些麵粉 那我們今天用的是中筋麵粉 我們先把它兩面都沾上面粉 那我們就把內餡呢,就是 壓緊 壓在這個蓮藕上面 然後再拿另外一塊跟它大小比較符合的,然後壓扁 壓緊 外面這一圈呢,我們可以再沾一下麵粉 好,那我們可以把藕盒放進去了 好,那我們可以把藕盒放進去了 鵲 kidney把底部再切成是 然後這一次放進去 鵑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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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我們鍋中再加一點點油 然後把剛才已經煎好的蓮藕我們再放進去 然後我們就把我們調好的這個照燒的醬汁也放進去 那我們蓋鍋 再加一點水 所以我們現在還有很多的餡料那我們也可以做成別的料理 那我們這次準備了這個越南的春捲皮 因為這一款比較薄所以我們就是可以自用兩片 那我們先用水把它沾濕 然後我們就把乾了 按選好的春捲皮我們就可以直接下鍋 那我們這個用中火 那我們煎到這樣兩面都是很酥脆的感覺 我們就可以起鍋了 我們就可以起鍋了 沒錯,因為今天準備的是照燒醬的蓮藕盒子 很適合配飯吃 沒錯,因為單吃可能會太重口味了 所以今天還有特別煮白飯喔 那我來夾一塊試吃看看 今天我們的內餡都是蔬菜跟豆腐還有豆包 它這吃起來還是保有蓮藕的一個脆度 這個藕頭的外皮 超好吃的耶 很脆 那你覺得這樣很配白飯耶 我可以講說這個比試做的時候好吃 試做的時候還沒有加照燒醬 因為我們之前在沖南瓜包那一天 剛好是我安排試菜的時間 然後慢慢就來就吃到這個藕盒 但是當天的藕盒是沒有就是做照燒醬的 其實我很喜歡吃 我覺得原本就很好吃了 只是味道可能不夠鮮明 那加了照燒醬之後我覺得 加分很多 你跟小朋友 小朋友都喜歡吃照燒醬 然後一樣的內餡啊 因為很多 所以其實還可以把它包在這個越南春捲皮裡面 然後去煎 就早餐其實非常的方便 然後這裡面有什麼 這裡面就一樣是那個蔬菜的內餡 就是有豆腐、豆包 然後我今天放了 有紅蘿蔔、櫛瓜 然後還有蓮藕 嗯 還有高麗菜 喔對 然後我有加一個很特別的東西 這也是我第一次加 這個 這沒有在幫他們廣告 這就是營養酵母粉 因為營養酵母粉呢 它通常都是做在 就可能一些濃湯啊 或者是義大利麵裡面 就是它可以增加食物的濃稠度 然後它還有一些營養素 像B12這樣子的 對啊 因為這一次呢 因為我們沒有加肉嘛 然後也沒有加麵粉 所以我們內餡呢 它的黏著度會不夠 所以這次就是加了這個營養效果 就覺得欸 內餡還蠻好吃的 大家可以試試看 我愛吃這個 越南春選米包的這個 那有醬嗎 沒有欸 因為我們內餡有調味啊 覺得不用醬也蠻好吃的欸 試試看 感覺很適合拿來當早餐欸 對啊 這應該要加我們這個 基隆的法寶啊 都忘記帶了 就是很像古早味的那種蛋餅 QQ的 很香 我覺得這也好吃欸 很Q 這個也比我上次吃好吃的多 試菜顧名思義就是我要試很多次嘛 你那一次剛好 可能是前兩次 我後來又再試了幾次 很好吃 我覺得這道料理非常的簡單欸 你就準備好內餡 然後把它捲起來 然後煎 真的花不到五分鐘欸 真的不太需要加醬 我覺得這樣很爽口就很好吃 而且其實它的味道是夠的 對啊 如果小朋友不喜歡吃紅蘿蔔 也可以加在這裡面 讓他們吃 小朋友感覺也會很喜歡 對啊 可以做成這個叫燒醬的口味 真的小朋友一定會喜歡 嗯 而且真的好下飯喔 好啊 那觀眾朋友 如果你喜歡今天的影片 那麻煩幫我按讚 分享 加訂閱 還要開啟小鈴鐺喔 那我們下一集見 掰掰 掰掰 我要繼續吃了 好喔 欸我要把它吃完欸 我覺得真的蠻好吃的 很好吃啊 我記得要吃了 這是什麼 我剛才看 你不會這麼想吃啊 如果我被你吃了 我還是不問你